炎热的佛罗里达 一位女士出门取邮件 她期待的是女儿寄过来的旅行照片 一打开原来是关盘 老两口都十分期待 但打开之后的场景 让他们此生难忘 关盘播放的竟然是 女儿受到虐待和折磨的影像 精益的父亲呼吸越发短促 本时期待惊喜 结果却是惊恐 嗨 大家好我是焦糖 女儿遭遇了什么 嫌犯大的方方 寄出行凶视频 又意欲何为 我们一同进入 经典美剧犯罪行李第二季 第三集的故事 案件可能涉及跨区域 如果是连环案件 更加需要专业团队整合 在FBI行为分析组 团队主管亚伦难以相信 这竟然是寄给受害者父母的 团队联络官JJ介绍 有心脏病的父亲 在观看时 一病发身亡 拿到团队分析 嫌犯模仿是摩根 建议分离关盘的声道 从而能够听到行凶者的声音 能够尽早分析行为模式 核心分析师杰森 想了解更多 受害人劳拉的信息 女孩是大二学生 当地警方反馈 这可能是近两年里 第五例连环奸杀案 停车场被绑 跑步遭遇不幸 不一而足 劳拉和父母的关系很好 家人和朋友都以为她在度假 直到五天前收到这个关盘 受害者都是被折磨几周 才致死 之所以放到一起 上一位受害人的家人 在两个月前 也收到类似DVD 全能分析师瑞德认为 嫌犯在升级谋杀 从对受害者残忍攻击 到摧残家人心灵 嫌犯被定义为 肆虐性杀手 和受害人不相识 更易于折磨和残杀 杰森认为 嫌犯在表演 他渴望自己的肆虐技巧 得到欣赏和钦佩 会不会有搭档呢 是的 镜头有移动 这是一个肆虐性犯罪组合 演员加摄影 很专业 那就看 是否比行为分析组 更专业了 反复分析录像 肆虐者在不断回头 看搭档和镜头 瑞德的总结 是共有形妄念 这是一种 多人共患同一妄想的 罕见精神现象 冲锋女团员爱而补充 大多数谋杀团队 都有一个头头 还有就是帮凶 通常是占支配地位的人动手 录像就是支配者 给予服从者的激励 象征着控制力 牢牢的尸体 在一座桥下发现 嫌犯总把尸体 放在显眼位置 母亲非常悲痛 逝者已去 她希望拿回丈夫 送给女儿 作为毕业纪念的戒指 亚伦希望牢牢母亲 能够提供更多女儿的信息 帮助分析受害者特征 牢牢善良 乐观 有爱 关心老人 越想越悲伤 越说越懂情 问讯难以继续 到达气势现场 警官介绍 这是两年里 第五个女孩 却没有可追踪的嫌犯 尸体被塑料减一包裹 起于桥下 杰森也说出了 杀人组合的理论 颈部胸部大腿 有深度撕裂伤 伤口颜色判断 折磨持续了好几天 CSI鉴定是绳索类似 视频中显示 有袋戒指 尸体上没有 除了包裹的塑料 附近没有留下其他 戒指被当作了战利品 或者像绿盒杀手一样 当作礼物送给他人 对于摆放的姿势 摩根认为 是对受害者及家属的 终极侮辱 让观者震惊 朝警方无能 加西亚把前三年 未结奸杀案 列了一份清单 瑞德发现其中两起 是相似的 除了类似体征 姿势都摆成了一样 不同的是 他们都被手勒死 瑞德认为 这两个案件被警方忽视 有可能是最初的两个 大家还发现 关盘只计母亲 母亲请求上帝宽恕有罪的人 而第一个收到DVD的家人 上电视 祈求嫌犯放人 这惹火了嫌犯 意味着他们不想要 或者不需要宽恕 在一个居民区路口 只剩跑步的女孩 被车内问路的人带走 嫌犯还在继续作案 已有的五 再加上二 受害者达到了七人 气势摆放的姿势 引起了瑞德的注意 第一位受害者显然挣扎过 是什么 让嫌犯从早期的赤手空拳 转变成绳索空帮 而且 警方未能找到受害者的车辆 尸体都放显眼未知 又何必大费周章去藏车呢 总结各方想法 第一次测写开始 团队摆出了组合奸杀的想法 这是个双人组合 支配者和服从者 服从的并不无辜 二人通过欲望连接 亚伦摆出了臭名昭著的 DC Stipers和Clombini的案例 可能从小伤识 支配的 让服从的感觉无往不胜 作为听令的回报 一旦残忍开始 就会成为常态 对现实厌倦 并对新常态沉溺成瘾 服从者若一些容易抓 也容易招供 测写被媒体信息打断 这是一位妈妈上电视找女儿 就是那位跑步女孩 在另一个区域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在慢跑时被抓 就像第三个受害者 作案更平凡 嫌犯更危险 这个叫做 Tiffany的跑步女孩 射箭不多了 做了大量的工作 分离了好几个声道 对于音频识别 加西亚这边 还未有实质的进展 但也非毫无线索 受害者车辆的一些零件 出现在了 乔治亚州的一家维修店 买卖记录 只限一个本地 叫做达文的人 27岁 前科累累 包括了合伙偷车 不像聪明之辈 喜欢合伙作案 需要聪明的领导者 达文符合服从者特征 Tiffany的母亲 也收到了光盘 她十分后悔 本来应该两人 一起去跑步的 细心的艾尔 用一张Tiffany的照片 换来了未拆封的邮件 警方的调查进度 发布在了媒体 刚看完电视的达文 没想到警察这么快 说着自己不要被三镇出局 一边拿出手枪 他被当场击毙 时不我待 调查继续 达文这两年和父亲生活 平时跟一群前科犯 在汽车修理厂工作 儿子所为让父亲惊讶 有目击者称 见过一台白色的minivan 达文也有 父亲看起来不像领导者 那达文的搭档另有欺人 那群前科犯同事 有重大嫌疑 加西亚查到 达文在监狱的老友叫Tony 一同住了18个月 三年前被释放 刚好是尖杀开始之前 难道Tony就是那位领导者 表扬了加西亚 杰森找到了下一步方向 在维修厂 达文做工不力 上周被老板开除 托尼和达文一帮混在一起 只要有他在 老板的命令对达文无效 这人老板很烦 当下之际是找到托尼了 来到登记的住址 只有托尼的妻子在 如实相告来意 他认为托尼出狱后 一心向好 但看到满屋的狼藉 杰森怀疑 摩根留下等他回家 维修厂老板科罗格 给亚伦很深的印象 十分主观 情绪急躁 看不起跟他同样身份的 前科犯 加西亚查到背景资料 施暴殴打 使用致命武器 还有一起强奸尾碎 女孩不敢出来指证 最终指控撤销 Tiffany被绑时 信用卡在迈阿密 看来暂时还无答案 两个方向都在等 这时托尼妻子满脸上 来到警局 他刚找到托尼 告知了FBI来问话 结果变这样 瑞德注意到他手上的戒指 妻子安博 以为是托尼打牌引来的 看过牢牢的视频截图 果然被托尼送了离 托尼的嫌疑更大了 一直蹲手的摩根终于等到他回家 客厅还有一盘微播放的DVD 亚伦打开 那是Tiffany 女孩应该还活着 待会进局 亚伦向托尼介绍了自己 他透露整个团队 对他恨之入骨 作为七个女孩的剑杀者 危害一方 为了满足对方的虚荣 亚伦对托尼的能力表达肯定 在审讯桌上的盒子里 亚伦表示 这都是托尼的资料 作为前科犯 托尼熟练的要件律师 对女孩的关押地点 闭口不谈 亚伦的尝试结束 杰森决定说服 安伯和托尼谈谈 妻子一直是托尼的发泄对象 让两人在一起 看能不能激发托尼的人性 托尼是妻子的唯一家人 是他的依靠 虽然对丈夫很畏惧 但说到被藏匿的女孩 他同意了 面对妻子 看着满屋子受害者的照片 还有七条人民的指控 一边强调着 七一个受害者 托尼很愤怒 在安伯的祈求下 托尼说到达文父亲 才有钥匙的一个储藏室位置 达文的父亲叫亨利 他不是坐轮椅吗 杰森提醒大家 那是这两年 亨利有可能奸杀了 三年前的前两位受害者 生病后 他可以指挥达文和托尼 继续行恶 而且还拍下视频 这些视频或许是亨利 唯一满足的东西 事实真是如此吗 通过背景查询 四岁的托尼被母亲抛弃 解读后 母亲一度接回托尼 11岁那年 母亲又因性交易被捕 没有良好教育历史 没人帮忙 资助 看着鲁莽的托尼 真有这个能力吗 艾尔很是怀疑 他应该需要一个领导者同伴 但团队本来以为 他就是领导者 黑人问号 充满了艾尔的大脑 敲开亨利的储藏室 众人没有发现 回到警局 杰森和瑞德仔细分析起 夫妻的对话视频 发现安伯 总是看着摄像头后面 那都是受害者照片 如此血腥 他竟然如此平静 艾尔也终于得到 他想要的答案 加西亚从杂乱的背景音中 分离出了几个清晰音轨 当中竟然有一个 发号失灵的女性声音 反复听安伯的问话 杰森发现了毛泥 瑞德也明白过来 那是托尼在等妻子的指令 可众人反应过来 托尼的妻子安伯 已不见了踪影 通过夫妻之间的对话 和加西亚分离出来的声道 可以肯定 托尼的妻子安伯 就是那个主导者 领导者 他借口抽烟 刚从后门溜走 杰森直面托尼 这一次打开天窗 说两话 托尼原来是七管炎 显然不是他伤害了 前两位受害者 他一直在按照安伯的指示座 对达文的死 没有半点愧疚 加西亚也挖到了更多背景 15岁的安伯 竟然就有强奸 和殴打他人的记录 医生猜测他 曾被父亲和哥哥虐待 劝他去报警的时候 安伯母亲出现 告诉警察 女儿在撒谎 瑞德分析安伯觉得母亲背叛了他 和母亲外形相反的受害者 也成了他的出气筒 又是一个受虐者 便施虐者的故事 托尼还在维护安伯 杰森劝他清醒 对于安伯 托尼只是个工具 脏活累活托尼干 甚至上演苦肉计 打伤自己 送来受伤者劳拉的戒指 托尼被安伯抛弃了 瑞德提醒杰森 安伯的父兄经常虐待他 把他丢在树林里 增加了这些信息 大大降低了托尼指认的难度 有一间小屋 托尼终于开口了 突击小组小心翼翼到达 安伯的施暴被抓了现行 他对自己留给受害者的阴影 很满意 跑步女孩 Tiffany得性生还 加西亚再也不用去分析那些 恐怖的影影了 随后 小屋外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 警方认为 是安伯前男友的 杰森估计 那才是前两位受害者的凶手 受虐者便施虐者 这比仇恨还可怕 从诞生开始 暴力就带着原罪 永远地摧毁着人类 在这个世界的美好点滴 我们应该感激 当下的幸福与温存 铭记那些美好与爱 伤痛与仇恨 也不应成为人生的奋斗之源 我是焦糖 今天每句犯罪心理 第二期第三集的故事 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欢迎点赞收藏订阅 走一波 也记得来自留言区的 更多声音 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